接着从中国商飞公司了解到 经过半个月的试验试飞 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ARJ21飞机 顺利完成了高高原专项试验试飞任务 ARJ21试飞飞机 今天平安返回位于上海的研制生产地 此次试飞任务的完成 标志着ARJ21飞机 具备了在所有高原机场运行的能力 高原机场是指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 其中1500米到2438米范围内的 为一般高原机场 2438米及以上的为高高原机场 此次高高原试飞任务 由ARJ21飞机103架机 在位于海拔4411米的道成亚丁机场完成 这也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民用机场 通过半个月的试验试飞 充分验证了ARJ21飞机 在高高原机场环境下的起降能力 此次试飞 ARJ21飞机表现非常出色 我们一共进行了9个架次的试验试飞 完成了21个与高高原相关的试验点 这次试验的圆满完成 意味着ARJ21飞机成为首款 征服全球最高民用机场的支线飞机 其可靠性和高原性能 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也意味着ARJ21飞机的运行包线 能够覆盖国内所有的高高原机场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机场 受到天气 地形 气压等条件因素的影响 使得高高原机场的运营限制更为苛刻 因此在开通高海拔机场航线之前 飞机必须完成相应的试验证工作 本次ARJ21飞机高高原试飞 主要是为了验证动力装置 辅助动力装置 环控氧气系统和飞行操作程序 为了使ARJ21飞机更好地适应高高原市场的运行要求 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控制逻辑和程序都进行了优化和改进 那么通过这次的验证和试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此之前ARJ21飞机曾两次飞赴高原 对飞机在高原环境的适应性 以及飞机整体性能进行测试 可以说有了之前的经验 对于这次挑战高高原飞行而言 ARJ21飞机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次是2013年6月在青海格尔木 我们完成了2842米的审定试飞 第二次是2017年9月在青海花土沟将飞机的起降高度拓展到了2900米 从低到高逐步验证飞机的一个性能 据了解我国是高原机场最多的国家 其中高高原机场有19个 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此次ARJ21飞机飞到海拔4400多米的高原进行验证试飞 不仅对飞机性能具有挑战 对于飞行员来说也有很大的难度 高高原机场和平原机场最大的差别是空气吸部 会带来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的不足 会对飞机发动机启动带来困难 第二个方面高高原的气象条件比较复杂 多变风雨雷电随时可能会遇到 恶劣的气象条件不仅对飞机的安全是严重的考验 同时也需要飞行员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和高超的技巧 我国幅员辽阔 地势自西向东逐步降低 为了适应我国不同海拔机场的运营要求 ARJ21飞机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的运营需求 把高原性能作为重要设计目标之一 首先ARJ21飞机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高原和高高原机场的运行 这些机场集中在西部地区 有着支线航班和高高原飞行能力的双重需求 ARJ21飞机投入运营四年多来 围绕着市场和客户需求 我们一直在开展一系列的设计优化工作 此次ARJ21飞机圆满完成了高高原试飞任务 不仅对于飞机性能给予了进一步肯定 同时也充分验证了这型飞机能够满足我国西部地区 高海拔地区民用机场的要求 这也为下一部航空公司在高海拔机场开通航线 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部地区海拔高并且山区较多 公路出行时间成本较高 铁路出行前期的资金投入较大 而依托已有的机场 航空出行既省时又方便 造就了它天然的优势 ARJ21飞机加入西部高高原航空运速市场 必将成为西部地区和内地联系的重要纽带 同时会改善西部地区投资和营商的环境 为那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会充分发表西部地区资源和旅游的优势 为西部地区经济投飞注入新的火力 ARJ21飞机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支线飞机 载客量为78到90座 主要用于中短途的航线运输 能够很好的满足旅客从中心城市到周边中小城市的需求 因此对于后续开通航线 ARJ21飞机团队也是充满了信心 此次高高原验证试飞 虽然已经充分验证了ARJ21飞机 具有良好的高高原运行能力 但是为了让航空公司运营的更好 让乘客更舒服 后续我们还需要提高商载并降低进场速度 这些工作完成后 ARJ21飞机就可以更好地翱翔在西部高高原机场 ARJ21飞机